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實中國 今天先跟大家聊聊劉俊儀 劉俊儀最近在一個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的論壇 講了一些東西 李珊說他覺得很貼地、很到題 其實應該早點規劃將香港的利益最大化 損失最少化 究竟是什麼呢 稍後跟大家聊一下 還有我們也要談談朝鮮的戰爭 可能會發生亦可能不會發生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另外一方面也要跟大家聊聊 其實國家現在不是舊事 國家現在是一個整體的大策略 正在走的 大家知道我是大好友來的 對於這一點 一會跟李珊聊聊相關的情況 當然世界局勢 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李珊你好 劉珍宜那又怎樣 劉珍宜其實沒事的 他最近發表現講 他說香港如果要繼續保持有競爭力 就必須要降工資 還有樓價就要軟著陸 他說現在香港其實沒有什麼路線了 因為現在整個西方 特別以美國、英國為首的 已經是杯葛你了 不准資金來香港投資 還有是刻意打壓香港 香港的前途 以後就 唯一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國 所謂融入國家發展大國 就是要越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他的看法就說 如果香港要融入越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話 香港的樓價和工資 必須要跟深圳那邊 不要說看齊 都要差不多 若果不是 你就一定是沒有競爭力的 大先生 香港的工資相對來說比較高一點 生活費也比較高 當然樓價是一個基本 令到大家覺得負擔都相對比較重的 雖然現在樓價一直在下跌 但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震盪挺大的 會不會呢 李先生我想請教你 肯定會 很簡單 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就是 毋然之過去 十年 就是過去 十年買樓的人全部會虧錢 不過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面對一個很顯色的 地緣政治環境 還有現在深圳 還有現在香港要面對的問題都很多 那你一定要 你要將香港業重拾生機 那你必須要降成本 那降成本 第一 一定要降樓價 降了樓價才有機會 就是將我的工資降低 那你才有競爭力 還有呢 就是現在香港 就算你以金融業為主 金融業 你現在 整個西方國家在這裏 就是杯葛你 那你很難的了 還有你又搞高科技 就是其實金融業和高科技藏不到多少人就業 就是解決不了香港那個經濟的根本問題 那你唯有就扣飲食業了 還有他說旅遊啦 飲食啦 還有那個 他提出最新的 就是說在香港搞的教育事業 就是香港要盡量邀請很多國際性民謎大學 來香港辦學 就是不花錢送一塊地給你 那你起啦 那你做啦 那你走的時候交換化地給我 那他的理據就是什麼呢 就是每辦一間大學 譬如有一萬幾千人讀書 那他說這一萬幾千人呢 就未來的三四年 就是那些是長期遊客啦 就是他這樣的理據 就是我想都對的 就是 坦白說 你就算變成世界學府也好 就是如果你樓太貴 人家讀不起的 很難搞 他就表示要解決基層的民生問題 尤其是住房的問題和就業的問題 是重中之重 香港的租金又貴 人工又貴 低端服務業 很難和大灣區的其他成員競爭 這個8分之下 長期以來 必須利用種種的方法 增加土地的有效供應 令到住房和店鋪的租金 就降下來 政府可以鼓勵發展商 多企一些面積 600平方英尺左右的單位 增加建築積率 40% 或者以上再是有因 但現金合併單位 此外一方面也增加面積600平方尺左右的 一些單位一方面盡量不鼓勵增加 面積1200平方尺以上的單位 從而降低增加住房供應 對香港居民 現有的防審價格的衝擊 還有 亦提到 要鼓勵大眾使用長期固定利率 房產抵押貸款 需要教育和宣傳 甚至短期有因的提供 亦鼓勵中小企業 自自自用房產的空間 提供長期固定利率 房產 抵押貸款 自自自用的業主 分期付款就等於教育 讓他們可以穩定的經營和發展 老實說 教育方面 我都很贊成的 必須要這樣做 亦看到 另一方面 就是要吸引很多 多元化的資金 包括中東 東盟 和一帶一路國家 都應該是目標 這點我們已經說了很久了 但對於 我們看到 剛才 劉俊義所說的 有關大學 找了一些國際大學過來 就有塊地給他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很好的 當然 最重要的 會不會 吸引一些中東資金過來 投資 這點 李先生也有說過 其實我們一定要做的 劉俊義說 其實現在香港的基金有幾萬億 港幣在外面投資 他說你應該把那幾萬億的大部分 返回香港 加入香港的債市和股市 他說如果你香港自己本身的金融機構 你自己不投資香港 那你憑什麼叫中東 叫中國大陸 叫其他地方人投資你呢 這個理據說不了 另外講回那個 長期的固定 固定的息口的供樓問題 其實這件事情就應該要做 因為 中官好像美國的經驗 美國現在會提供20年 30年 固定匯率 固定的利息 來供樓 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出的好處 譬如說你固定30年 你息率低迷的時候 一、兩、兩厘 變成了你 未來30年就固定這個供款 等於就是 用最低的固定的息率去供樓 等於 人就長期等於租樓 用租金那麼上下的成本 去買到層樓 但是這個對告 可以令到香港的樓市軟著陸 大卓sir 因為如果你樓市不軟著陸 很難的 還有你這個固定利率 其實可以穩定了 我每個月要供款供多少 大家不會說 我突然間 利率升了我就供多很多 利率跌了我就供少很多 這個我覺得是 是不錯的建議 當然 各方面 香港最重要有一個長期的規劃 還有 你當然要投資香港 金管局 你沒有人投資外國的 投資外國搞什麼 你自己一定要看好香港 自己令到市場更加活絡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金管局 絕對要改革的 李先生 是啊 講來講 金管局其實要做幾樣改革 一個要盡快促成 固定匯率 那個供樓的制度 20年30年 其實現在香港 很有基礎可以做的 那個按揭證的公司 它就可以發行30年 那個固定息率的債務 然後拿到那些錢 就跟銀行收購的固定息率 那些 那些按揭提款 就可以了 就可以搞定了 另外 如果你說要說服中央政府 就是要開放那個人民幣 香港投資 那沒問題 那你香港自己 要自己要做 要在美國那些 或者在全世界那些投資 要賣出 然後拿錢回來香港 帶頭再用去投資 那個香港的股市 現在你自己不做 那你別人怎麼做呢 所以很難說 這個絕對是 但是現在 整個國際形勢 好像都幾動蕩 我們見到 澳那裏就靜了下來 中東那邊 因為現在選舉也靜了下來 但是早前 朝鮮 和韓國那裏 又似乎有些問題 是不是 那你都見到 現在有些朝鮮的士兵 就在俄羅斯那裏訓練 拿了很多軍備 拍到的影片 是這樣說的 不知道真是假的 但是這次 會不會來多一次 抗美援朝呢 不過主角不是我們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其實呢 我想他這次美國 又想出那個招了 因為現在為什麼 那個台灣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解決呢 又關閉到1950年的韓戰問題了 就是當時也是俄羅斯 就是以前前蘇聯 就是俄羅斯 就是現在俄羅斯 就教唆 那個時候金日成 就是北韓的領袖 去攻打過去南韓 就是想著統一 結果被那個美國打回頭 就是不夠人打 中國就沒有辦法 迫住要參戰 因為剛剛那時候 中國剛剛成立了一聯 那個政權不是那麼穩定 如果你不打的話呢 就可能被人家在那邊走過來 所以這次美國他對著中國 就是現在好像烏克蘭戰爭那樣 他現在沒有辦法擊敗俄羅斯 那又叫中國和俄羅斯 就是不要做生意 中國肯定不會答應你 最近俄羅斯和北韓就談好了 俄羅斯出錢 北韓就出人 好像有12000個兵過去 他又不是僱用軍 他直接就參戰 就是和你打 美國想著 如果你朝鮮的那些兵過去打 那就肯定很厲害 還有現在它是一個國家和你打 還有現在俄羅斯很多軍備 都是朝鮮供給他的 所以現在他就想到沒得想 又想到那條毒計 就是想著圍矮救招 現在特別是台灣這邊 美國對著中國都沒有辦法 一次一次圍著台灣的演習 美國都走不走 所以現在他就想到這條毒計 又想引爆韓戰 將中國的精力 又去了韓戰那裡 然後就想著叫台灣獨立 所以這條毒計是很毒的 不過世界變了 朝鮮也不是當年的朝鮮 它有核彈 和軍備充足 兵源充足 中國也不是當年的中國 中國有足夠的兵力 和足夠的軍備 所以你看這次韓戰爆發 需不需要中國派兵過去呢 那我想是不需要的 雖然中國現在和朝鮮 還是有一個協議在這裏 就是參戰協議在這裏 不過中國一般 免得一個都不會過去的 但是台灣問題呢 中國會不會利用韓戰的契機 一一下解決了 那我想也有機會的 這個最好 我自己期望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中國就不會動手的 還有中國不會說 很明確地說要去放的 因為現在都是 俄羅斯和朝鮮的那個問題 就是和金正恩那個關係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呢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衝突呢 我想都是在東北亞那邊 但是大家會不會動手呢 我覺得未必要動手 因為他始終擔心 喂 你說中國不會動手而已 但是如果萬一中國動手 那就真的不行了 再來一次 真是分崩離式的了 還有現在選舉 當然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如果真的特朗普上來 我想都不會 有些什麼太大的戰爭出現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其實呢 我覺得美國現在的整個 總統大選 似乎就有點樸縮迷來 會不會呢 李先生 我想最近公佈出來的所謂民調呢 你知道那些民調一般都偏方 那個 賀錦麗 就是賀錦麗的了 賀錦麗的了 那現在公佈出來 其實現在特朗普的民調 好像搖擺州都領先 但是他常說 你不要小看他 所以這次選舉很有趣 是不是 那對於特朗普呢 其實他現在的 聲勢 比賀錦麗真的好很多 那究竟誰會贏 誰會輸呢 其實 不要緊的 我們都是看熱鬧而已 是不是 他就算是特朗普上來 他說 如果你真的要收回台灣 我就加你 150到200%的 關稅 但是你就收了 你喜歡收多少 那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衡量 但是對於收回台灣 我們是必然會做的了 不會跟你客氣的 所以特朗普這樣說 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有價格 總之你給到關稅給我 我就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中國會不會給呢 我自己個人 覺得 不會給的 這個本來是我們自己的事 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 李先生你覺得呢 問題現在特朗普為什麼會突然 那個聲勢大增 你知不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何錦麗 真是很 很合格 是不是 這個原因是 不是 不是 其實 特朗普最近提出一項競選 綱領 如果他選到之後 提出一項政策 是什麼呢 如果他選到 他會大幅 降低中產的 income tax 就是他入息稅 就是他會令到 一半甚至三分二的 現在的打工制 以後不用交稅 嘩 這麼大件事啊 沒什麼留意到啊 OK 是啊 但是他 但是你知道呢 美國其實是很允份的 一定是很允份的 做生意的 當然是很少稅 公司利得稅 由38 減到22 現在整個美國的稅收 主要是由中產 給那些打工仔負擔嘛 雖然美國聽起說工資很高 但是其實他換個模式 就是給了你之後拿回來的嘛 就是交30至40%的income tax 那個利得稅嘛 那個入息稅啊 他說如果一半至三分二的打工仔 就是中產那部份呢 那些低薪那些不用交稅呢 換言之代替這個稅收 就是聯邦政府的入息的稅收 以後由關稅來取代喔 所以他就提出 其實你現在說 100至200%的關稅 就是台灣的問題 其實他是只不過用這個 說出來 其實是所有以後進去美國的 商品都要打100至200%的關稅 那你說那 行不行得通啊 這個行不通啊 他雖然說有9300萬的美國公民 就有機會獲得減稅 但是你說加那麼多關稅 其實我不用付稅 我那個 我那個買東西 我的通脹又會再淋的了 喂 那這個只是說什麼 告訴你 喂 你只是 左手交右手而已 是不是 我不用交稅 但是的時候 我的 我的錢又花多了 這樣可能更慘 會不會呢 李先生 接下來當然是高通脹 大衛sir 你明白嗎 就是等於他之前 減公司得稅 等公司盈利多了 等老闆家人工 給一些打工仔 今天你公司的 那你那些打工仔的 income tax 加回多 就一樣了 其實是左手後右手而已 但問題是他現在 競選的時候他的口號 OK的嘛 所以這些所謂民主政制的 大衛sir 就是說出來 就是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了 你明白嗎 喂 我覺得特朗普 瘋起來 真的會做的 哈哈 他一做成 好像香港那樣 15%比香港更便宜 香港現在16.5% 他比香港更便宜 但問題是他取代 他是將來 要收 很高的關稅 要逼美國的企業 要回流美國生產 就是叫做 是 他是滿肚脈圈的 滿肚脈圈 現在他想著 被關鎖國來的 大衛sir 喂 恭喜他 他被關鎖國 對我們最有利 是不是 是嗎 你這個是全球性的徵收關稅 不是對於中國 歐盟那邊又要 是嗎 全球的 是呀 一樣的 是呀 他說 所有入口美國的商品 都要交100-100%關稅 代替那個大公仔 本來要給一個income test 就是 那個3.2個大公仔 低收入那些 給一個income test 那麼 聽起來是不是走得通 走得通 那你入口來 我美國的東西 我打那麼高 如果你不入口 你就將美國的 叫那些財團所有的 搬回美國生產 美國本土就不用 不用打入息稅 跟著 你跟著 在美國生產 你就高 高薪 是不是 大家 聽起來是很凍的 很凍聽的 我在美國打工 我又不用給入息稅了 哇 我工資又不用給入息稅了 跟著他沒有跟你說 你來的是高物價 是不是 那些東西貴到偶 是不是 你要生產你的產業鏈 行不行 你的產業鏈建立 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建立的 你關稅 去取代你的入息稅 你的關稅一定很高 你說OK 吸引一些工廠 工業 或者企業 進來美國投資 但是遇到工會的問題 這個是死巡華 工會又不斷要價 要你很高的薪金 還有 你的做法 你就只是 在美國那邊可以賣到你的產品 其他地方你都賣不到 出去 你變成自己內部 自己銷售 這個做法 其實是 我覺得 正常人都做不出 那麼理想 難怪 有預言說 特朗普上台之後會哭 跪著 因為完全是錯誤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李先生 有點瘋狂的 那沒所謂的 他現在要閉關鎖國 他現在開始要放棄 世界霸權 我真是美國本土 我什麼都沒有我本土 我自工自給 我自己去生產 自己買給自己 然後我自己借錢 給自己 沒問題 這個邏輯要走得通 那些所謂經濟學家 全部要辭職 不用玩了 不要說不用經濟學家 我和你倆都可以了 這麼簡單的邏輯 如果能夠選擇的話 那什麼經濟學家 要什麼讀書 要什麼哈佛小學院 搞那麼多東西 是不是 不需要的 沒錯 他自己已經想好了 就是這樣走 現在我看到馬斯克 歸邊 跟撐一下特朗普 但是其實這次 究竟誰贏面大一點 李先生 這個多好趣 我們不是說放在誰 這個 如果你叫我買 我就買特朗普贏 是 我也是 因為傳統上 美國是容不下美國 是女性總統的 你明白嗎 上一屆 上次特朗普和Hillary對 就是因為Hillary為什麼輸 因為他是女人 如果他是男人就不怕了 嗯 這個是現實 這個美國是現實來的 就是你不能不承認 希望這次那個 賀錦麗贏 是吧 希望 就是出了一個女性總統 雜式人的總統 這個女人如果被他贏了 美國是這樣的 我跟你說 就是連 在加州的零元扣 是他搞出來的 是 沒錯 如果他贏了 可能全美國 全美國所有地方的零元扣 這一點 很嚴重的 我最近看到一些資料 他說現在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 已經是 只剩下非常之少的percent 兩個percent 都不夠了 現在對美國政府 是完全沒有信任的 你說 如果賀錦麗繼續 繼續走下去 其實美國也是這麼大 當然 我們會看看 究竟裡面會不會有些 鼓滑的東西 鼓滑的招 可以出來的 包括 選票投票會不會出現一些 很特別的情況 大家都覺得 我到底投了一張票 不是投下去的 還是我無端端 給了賀錦麗 這些情況 其實是有機會發生的 我們當場來看看 但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這次 美國總統 誰選出來 其實對中國 都可以做回自己的事 我們都是 老實地 面對我們自己的問題 因為國際之間的博弈 我們真的看到 我們不是不想幫 但是我們幫 真的是幫得有限 所以 我們現在做 我們就很明確 我們現在就是要 做回自己要做的事情 你西方要對我怎樣 我就 不理你了 最重要 我又不是救你美元 我們要 面對我們自己的整個經濟的 增長 是不是 李先生 中國其實從來都不理人的東西 除了那個時候 拿4萬億出來 救美國等來救自己 真是傻的 提出那個觀點 就是當它一翻身 就是傻理 所以現在中國最好 最緊要搞好自己 好像最近很多現在的傳媒 很多 YouTube上面很多 都在攻擊中國 就是說 你救市啊 現在不夠力了 很多東西說 現在你一定要出大力去救市 其實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說過救市 只不過現在所有的產業政策好 現在是發展金融業 現在說發展金融業 壯大的金融業 只不過 目前來說 它推出了所有的 所謂的 外間叫做救市政策 但是它說的產業政策 都是希望在短期內 改善人 就是那些普通人 特別是中國人 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的感覺 令到它對國家有信心而已 那用什麼救市呢 現在中國來講 現在不行嗎 不是的 最重要是行留一個地方 行不行 很簡單的嘛 退休的那些人 有沒有老人 有沒有用到金融啊 就是退休金融啊 還有病了有沒有 有沒有淺醫病啊 有沒有屋住啊 這三樣東西最關鍵 沒有問題啊 只要說現在的產業升級的過程中 當然 什麼叫升級呢 當然是有些過去的低端策略要淘汰 淘汰這些人是沒得做的 那你高端的那些很蓬勃啦 好像電動車啊 光復啊 很多新興產業都很厲害的 不是說沒有 只不過是有些人受惠 有些人不受惠而已嘛 大衛Sir 對啊 其實我們看回頭 中國現在要去做的 不是要有一場戰爭 而是盡量避免戰爭 還有呢 我們去做的 我們當然工業發展要做得很好啦 因為對於中國來講 最重要就是因為 我們真的要令到人民生活好好的 譬如好像醫療啦 剛才講的 就是教育啦 社保啦 很多方面呢 我們都要為人民著想的嘛 還有現在關鍵就是 現在這個輪轉啦 我們說它輪轉啦 風水輪流轉啦 其實中國是處於一個優勢的 對不對啊 李先生 是啊 你看回現在中國啦 你說中國很不行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金融方面 因為它一向都不是那麼重視 不過現在重新做 你知道啦 重新要將一個產業 就是將一個產業 就是等於金融業要將它興旺 一定需要時間嘛 就是可能我之前講 說時間可能太長啦 今天10年太長了 那怎麼都要一兩年 甚至三至五年 說要變成一個金融強國 那你沒有指望 一兩國要突然間 推幾十萬億出來 然後將它砰砰拉高它 但是你沒有基礎嘛 那其實慢慢拉 隨著經濟 周期 慢慢的產業轉型升級 公司配合有盈利 跟著盈利增長 跟著將市盈率慢慢拉高它 很容易就輕旺了 就是現在中國政府所做的事情 它不是為了眼前利益 是為了30年、50年 甚至過8年之後的目的嘛 就是不是說 就看現在好像美國的政客 好像美國的股市那樣 現在其實美國股市都很危險的 不過它現在選舉之前 它一定要穩定的嘛 就是特別是民主黨政府 一定要穩定的 如果這次美國的股市一跌倒 就是民主黨那些不用選的 對 其實現在民主黨選不選到呢 我覺得選到的機會都是相對微的 因為對於現在美國政府 大家都不是很信任 而且你看到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經濟的問題嘛 是人一知道 現在又在託市 對不對 美元又在升 那你說 你現在的債息一邊 就開始又再倒掛了 有些倒掛的那個債量 那美聯儲要不要繼續再減息呢 現在都說了 減息是必須的 都要繼續減的 因為之前做了太多假數嘛 這一點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的時候 老美的整個金融體系 應該都會面對一個非常之多的問題 最近都看到 我們的社科院 金融研究所有份報告 就說你應該盡快做一些更加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穩定宏觀的經濟大盤 基於財政部 今年10月 就增發1萬億的特別過債 而且最重要 就是要撤這個股市的平準基金 2萬億 這件事很重要 馬利山終於來了 我肯定了 因為它 平準基金根本來一定要做 為什麼要做一個平準基金呢 就是平準基金就是告訴你 想著去沽空股市 甚至去破壞股市秩序的人 就是你頭上有把劍在那裡 就是當你動手的時候 它就動手了 還有它那個平準基金 雖然說2萬億而已 平準基金平時都會入市的 它是低入就高出 它都是要賺錢為目的的 還有它平準基金一樣可以用 就是將行那個 加換的護衛便利那裡 增加資金的量 所以就是平準基金2萬億 其實我來說 真的做出來那個 如果它加上槓桿下去 那個條數會起碼 5萬億至10萬億的 大學Sir 沒錯 這個 我也覺得是 因為如果計算槓桿 就分分鐘不止的 這個操作 其實幾有利於 我們整體的金融發展 其實這個平準基金 就是對藍籌的龍頭股 以及交易所 買賣基金 即是ETF的 低買高賣 來促進市場的穩定 當然其中一定會賺到錢 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 莊家制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平準基金來到 穩定市場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因為我看到很多國家的股市 都是這樣做 其實老美有沒有平準基金呢 當然有啦 你以為 隨便讓你去搞嗎 我們都知道先鋒集團 貝萊德那些 就完全 有了資源 去影響股市 究竟是升還是跌的 所以這個絕對是很重要的 這次其實 我們看到 因為西方不夠 中國錢多了 李先生跟我們說 我們這些錢那麼多 我們絕對會慢慢逐步去搞的 譬如現在 地方債 現在很少人看了 其實地方債的問題 我們中央已經是 進一步解決了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他解決地方債的思維 他現在不是說解決 現在公佈了那30萬億 那40萬億 已經是 明年債券 他是解決 叫做隱形的地方債 大浩常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隱形地方債 不知道 先解釋一下 請李先生 其實所謂的隱形地方債 但是他現在不是說通過正當渠道 發行的地方債務 就是每一年 就是給地方債務 那個quota 去發行的那些債務 這些不需要搞的 那些 OK 大家幾多 就是很明顯上已經很清晰 因為中央政府已經控制住那個額 還有一定控制住你各個地方能夠支付能力 但是所謂的隱形地方債務 因為中國就很有趣的 各級政府它有一個融資平台 通常會用城投公司 好像中山那樣的 輕中集團之類的那些 當政府沒有錢花了 它就通過那些隱形公司 就跟銀行借錢 就進入了那些城投平台 之後就通過城投平台 轉給地方政府來用的 其實它是很多在地方建設那裏 它也都通過這些地方 去借錢來建設 第一部分就是 當政府買地不夠的時候 它轉了進去給地方政府用 所以前年開始 財政部就要各級政府 申報你各級的地方的融資平台 到底借了多少錢 有多少可以還 多少不可以還 因為那個數目已經全毀了手了 所以我說為什麼會看好中國的金融股呢 特別是銀行股呢 因為現在銀行裡面 現在經常外資向中國 說中國的銀行股不值錢呢 它說現在是沒有錢 就是到底中國的地方 那個融資平台借了中國銀行 那四大銀行裡面有多少錢 將會變成壞賬的 甚至是外賬的 就沒有錢 現在中央政府一力承擔了這些 只是對三四線 三四線的政府一來 一二線好像上海北京那些人你不需要理會 那些賣塊地就有很多錢 就是它靠土地財政還可以的 沒問題的 不過以後賣出的土地就不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收了 一定是由中央的稅務 由稅務系統給它代收 然後就返回給它 不過呢 現在這次中國政府就主要對三四線城市 是沒有還款能力的地方政府的投資平台呢 是將整間公司拿了 劃撥走 連你的債務都承擔了 是這樣的方式做的 那換年資 譬如說現在中國銀行裡面是撥備了很多 大量這些利潤在這裡準備對沖那個外壞賬的 那當中央政府拿著出來幫它填了一條數字之後 是不是短期之內那些外壞賬是否由撥備 撥出來作為利潤的嘛 所以令到中國的四大銀行系統 利用率短時間之後暴增 戴衛sir上 我跟你說 中國的銀行系統將會很安全 和是很理想的 你明白嗎 這個情況 我覺得中央政府做這件事 其實是非常之正確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現在其實不是中央政府 去扔錢給地方政府 而是利用這一點 是幫回我們中央政府去創修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我自己認為 對不對 李先生 是啊 其實它一個反面 一個反面 因為你要金融系統健康嘛 中央政府 另外一方面呢 它滑撥了很多的銀行 滑撥了很多的外壞賬走啦 現在它反撥了出來 第二個呢 就算它現在是將那個外壞賬 滑撥了走之後 就是將那個利潤衝突也好 但是它另一方面呢 它要發行特別局勢 但是它去注資進去那個銀行系統 就是將那個股東的錢增加它呢 因為現在世界都是講資本充足率的問題 如果中國政府放了幾萬億 進去那個四大銀行系統裡面呢 那滿年資金的四大銀行 一個做多很多生意 第二個很多外壞賬撥避回來 變回利潤呢 那條數目就很厲害了 但是說的 所以因為中央政府拿著四大銀行是中央匯金公司 中央匯金公司是直屬財政部的 所以它的做法 現在是慢慢疏理好它呢 然後央行協助它一起做事呢 變了 你知道央行是負責印鈔的嘛 現在股市不斷地融入資金進去 現在你看大陸好 現在香港股市好 現在沽空的人都沒有那麼狂了 為什麼呢 現在做沽空的人都很害怕的 它好像早前那樣突然拉高那麼厲害 因為它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突然發你 做一些特別的政策出來 令到它血本無歸的 大陸上 對呀 對呀 現在我覺得整個市場正在整理 還有你看到現在整個外壞賬 開始變成一個正常的賬 真的 銀行的資本就充足了 你的銀行資本就充足了 自然可以玩很多東西 做很多東西的嘛 現在定期的利息就非常之低 只有一個離奇 你放在銀行那裡幹什麼呢 根本就擴不到通脹的 所以現在就在局勢大家進行一些更大的投資 還有我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中央政府不會免費幫地方政府的 當然大家有理啦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其他國家上來中國投資 我想他們的信心十足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衍生工具玩法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你過來投資 這個穩定的收入你就一定會有的了 尤其是一些退休的或者其他國家的養老基金 如果過來中國的話 這個穩定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這樣說呢 李先生 你說回那個隱性就是沒有一個問題啦 如果中央政府是拿錢出來幫他填這條數呢 但是中央政府肯定有一個很詳細的計劃 去怎麼賺錢填那條數 他不另外出 以前現在的賣地全部是各級政府 各級政府賣地是各級政府收的嘛 以後中央政府統一由國家稅務局所有全中國賣地由他收 收完之後他才劃撥給你 但是你想一下他收到之後 他不會劃百分百劃撥給你 可能劃一半呀大半 留在三成 那就填了一條數 他一定是想好一條數 這些就等於現在的財政轉移了 就是由中央政府 譬如廣東省每一年上繳萬多億的錢上去 相當一部份是由通過中央政府 左手劃撥出去窮的地方 那他以後都是一樣的做法 大衛sir 我跟你說 嗯 這一點我覺得 潘功聖經紀一功 對嗎 我們的央行行長 我覺得他這一方面的安排 安排得很好 總之很有信心 這次就好像贏了 不過我們低調一點 我想請問一下 跌遠一點點 你覺得現在金磚國家呢 會不會又是走這一套 大家互相配合呢 請問一下李先生 你所謂金磚國家 其實現在一直不斷擴容 現在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加起來 其實已經超越了G7的了 那麼多個國家加起來 經濟重量已經超越G7的了 所以他不斷擴容中 他第一步現在行那個金磚貨幣交易 那個結算系統 那個交易系統 結算系統 那麼他結算系統如果成熟了 那以後生意就要做大了 他不單止僱是做貿易的 好像現在埃及 埃及搬新首都 中國全部百分百幫他基建幹了 那現在埃及購成了給中國買了很多軍備 其實下一步中國就 用那些系統 不單止作正常貿易 是賣了軍備 好像沙特的和中國買很多軍備 一步一步 所以現在 quote cape到你能發展得那麼快 而且一直推出去 現在好像一帶一路 現在靠基建推出去 很成功 所以現在美國你想做 做不到 為什麼呢? 中國是做一帶一路的產業 出去做的那些全是國企 是國家的資本 甚至是貼色出去做的 但是美國如果你出去做那個所謂馬歇爾計劃 你是用私人公司出去做 私人公司一定是盈利的 一定是賺錢 如果不賺錢就不會做 就算美國政府擔保 它都不會做 它一定是很高的力量才做 所以分別是這樣的 所以美國政府好像拜登說 你做一帶一路 我就做一帶一路的項目 它是說了 但是完全實行不了 因為私人公司計這條數 我都沒有數位的 我怎麼做 但是中國不同 中國的國家企業是有使命的 在中國國內 它是要跟國家的資產增值保值 要解決就業 還有要保證國家的稅收 現在中國的全國的國家稅收 有一半由國企提供的嘛 所以國企就是國家的定位神執 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絕對啦 國企的時候是我們的基石來的 國企和央企 這個絕對不可以動的 但是如果你要發展 民企那裡 現在發展是很厲害的 因為真的兩條腿正在走路的 你看到現在外面的很多新能源汽車業 或者外面做生意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一些私人的企業 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企 所以國家這一步是做得非常之好 還有 整個金磚的結算系統 應該跟中國的一個結算系統 其實是互相融合的 現在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走的 因為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還未公佈出來 我也很期望看到他們的公佈是怎樣 現在整體的金磚國家 是真的要來一個大融合 互相去做的 習近平主席也說了 我們有和平的金磚 綠色的金磚 創新的金磚 各方面的金磚 其實是需要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金融系統 大家要互利互惠 連印度也覺得可以這樣做 那這件事就不同了 是不是 李先生 其實我經常覺得 金磚系統裡面是一個障礙來的 因為它什麼呢 就是以前 最新它跟中國開始有些妥協 就是在邊界問題上妥協 就是它認識到美國就靠不住了 跟中國妥協 就是你經常阻礙中國 就是在金磚系統裡面發揮的作用 其實人家都說了 所謂金磚國家 那五個國家 其實金就是中國 另外那四塊是專利 大衛生 也是這樣說 我看過 我看過其他那些是專利而已 但是爛船都有三斤釘的 沒錯 是啊 所以中國呢 中國其實是很大氣的 換主要是美國 如果你這次這麼反調神 就要踢你出去 不過中國是不會的 不過就是大家希望給你時間去改變態度 不過就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中國有時候 中國有時候做事就是這樣 就是儒家的文化就是這樣 就是以和為貴 就是不要像西方那樣 就是殖民主義 和什麽都靠搶 那樣的方式來做事 所以大家又好又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國家 就是它做每一部份的事情 其實它都是很長遠的想法 不過它們真是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 這個宣言就說了 就是要消除制裁 支持建立獨立跨境支付系統 那這一點呢 就基本上大方向已經出來了 但是細節上怎麼做呢 什麼時候真的實行呢 我覺得這次的金磚峰會 雖然只有我們是金磚峰 但是我們都希望 和其他國家一起合作 包括阿聯酋 包括我們看到巴西亞 其他國家 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互利共贏 否則你走不出 現在老美的手指那 對我們是不利的 所以全球南方 這次是很重要的 其實整個金磚峰已經是 越來越紮實了 不單止是講經濟 各方面我們也是要談的 你看這次很明確地 以前從來沒有試過的 大家分開獨自討論 討論一下俄虎的問題 中都的問題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參與國政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步 是不是這樣說啊李先生 是不是 當然了 現在好像西方全面杯葛俄羅斯 就是中國力挺俄羅斯 現在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 直接可以和美國抗衡 不過中國是不會直接這樣做的 不過中國都希望 慢慢通過 用經濟性的方法 使得全球南方國家富裕 就是希望你們這些人各個富裕了 大家的生意 就是你有你的長處 我中國有很多產品可以賣給你 慢慢慢慢就把那個產能消化了它 還有使得其他國家真真正正富裕 如果你是沒有資本的 就借資本給你 如果你是沒有基礎設施的 我就出錢幫你製作 用低息 就是都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現在其實很多南方國家 真心看到中國是真心實意去做一件事 不會說你用一個經濟援助 好像美國那樣的經濟援助 叫你答應很多條件 什麼地緣政治的問題 所謂什麼人民主啊 人權啊 那些全部強加給你 它的價值觀都強加給你 如果你不根據它的價值觀去做 它就要搞你了 還有通過在你的國家那裡 經濟上直跟了 就培養一大批的反對派 到時如果你不聽話 你就顛覆你的政權 所以那些人很清楚 中國一定不會做這件事 所以就很放心跟你合作 共同富裕很重要的 還有我們現在基本上高 我們要去做的 就是不是洩水 可能有很多人覺得 你資助那麼多其他國家 其實使得我們很虧的 沒有錢賺的那些 但是其實不是 就是大家互利共贏 才可以令到地區穩定 而整個地區穩定 對我們當然是最有利 大家知道中國人最厲害 就是做生意的了 我不脫你水 但是大家互利共衛 這點是重點 還有我們也看看 國家現在所走的那條路 似乎是真的 在玩西方的金融 建立我們自己的一個 屬於我們中國的金融特色 現在就觀察到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有關回購那裡 李先生跟我說過 西方股票回購是要註銷的 但是中國大股東的回購真詞 是不註銷的 這點有什麼好處呢? 李先生請教你 其實中央做一切的事情 都是維護股市的高位運行 就是不要被人偷雞 不要被人突然間 鼓勾得緊要令到它崩潰 其實股票指數都是不外乎幾十隻股票 這幾十隻股票就是這個行業裡面的代表 主要你拿著股票的公司 你永遠不賣出來 甚至你是拿著大部分股票 人家就做不到你了 還有你借錢給它增持 一般按照西方做法回購股票 如果你不註銷它就說你打毛布 現在中國說沒有問題 你不註銷 為什麼呢? 目的就是西方回購股票 是增加公司的股東的價值 就是你的股票少了 但是你分紅的數多了 分錢的人少了 但是中國說不是 就是我們增持股票 然後按照給中央銀行 借錢出來繼續增持 就是國企說我們對這間公司有信心 我們是越拿越多 所以如果絕大部分的股票在中國 那些國企手上拿著 或者各級地方政府拿著 那股市就穩定了 戴上 絕對是 還有李先生說到重點 就是美國的整個精英訓練系統 跟我們中國是很不同的 所以現在很多工資你會見到 都是有既得利益在那裡 那當然一直在說 你看看西方幾點 中國要學西方 其實我自己個人 不是很認同的 這一方面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李先生呢? 你說中國 現在所謂的 所謂現在講的那個金融系統 現在中國開始 他說要從院校 就是在大學裡面開始 要自己培訓那些金融人才 為什麼呢? 現在這個很不好的現象 很現實呢? 現在中國的金融系統裡面 包括銀行啦 證券公司啦 基金啦 所謂那幫全部那些高管呢 大部分是歐美培養出來的 那當然呢 他在外國讀書 他從低開始讀 一路讀出來 很多相當一部分 在外國的投行裡面做過 然後回來做 他是接受了西方那套經濟 那個金融理論 還有那個操作方法 還有以逐利為目的啦 但是中國呢 現在開始就說要改變這個文化了 為什麼呢? 所以現在有很多 現在中國的大型國企 就是很多特別的金融公司 要求那些人降薪 他降薪的理據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政府跟他講 他說特別的大型那些 好像基金公司 還有好像中投啊 中金啊 還有大型的國有銀行 他講 他說 因為你們的機構 是用國家的信譽而建立的 就是你的資本是國家給你的 當然你是厲害 你是操作 但是問題是 如果沒有國家的信譽 沒有國家的資本 你更厲害 你做不到事情 所以他說 國家 因為基於這個原因呢 就是可以給你高薪 但是不能夠高度呢 跟普通的人脫節得很厲害 所以他舉個例子 他說好像中金公司那樣 總經理幾千萬一年 他說你憑什麼值這麼多錢呢? 他說是不是你自己賺錢回來 跟我做這間公司呢? 當然不是啦 他說你是靠我的錢來做生意的 有什麼理由你拿這麼多錢來做 因為如果 你繼續這樣 用西方的 一些訓練出來的體系的人呢 你就完完全全 就會親西方的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你整個教育系統 你都是跟著西方那套行的 理論背景也是這樣 就是我在大學上學過 例如我在台灣大學讀書 我都很明顯地受到他們的 整個教育系統的影響 包括那時候讀三民主義 國父思想 以及對中國哲學的認識 這個是我們的根本來的 如果我們要拿回話語權 當然啦 我要自己培養自己人才 還有一件事 最好的就是 西方多些來中國學東西 這個才是黃道來的 對不對?李先生 是啊 現在它大量的開放金珠國家 和一大陸的學生來中國留學 現在中國很多的 那些像學金制度 是給那些國家的 就是給那些中國有的國家的人 來留學 所以你在大陸看到很多黑人 很多其他的人 就是當你中國強大了 所以它就很多人來你留學 所以現在中國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大學呢 現在很多著名的大學 甚至很多新辦的大學 它都是注重 就是會成立金融學院 還有那些工程學院 那是將很多的讀文科那些 就是不是很重要的文科 就是全部剪掉它 就是拿一些資源辦公科 所以現在那個趨向都是這樣 這個絕對需要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國家其實都是以公科為主的 因為你公科這個實用性會比較高 當然不是不重視文科 我們看到很多工資 其實在很久之前 其實都是讀文科的 哈哈哈哈 那為什麼呢 因為文科可以影響思想 當你這些人影響思想 又沒有真正的實質作用 我們看看一個前學心 回到中國 已經頂了很多人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以工業 和科學思想為主 但是文科 我們也覺得 應該在中國學多些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要吸收中國的文化 還有李先生也說 其實猶太人 是看不起中國人的 因為猶太人覺得自己很厲害 你看我經常找你笨 但是我們就會很小心 因為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絕對不可以掉下輕心 因為有些民族 其實很喜歡搞我們 因為可能覺得我們很欺負吧 是不是這樣啊李先生 是啊 其實老實講 就是猶太人 特別西方的人 是看不起中國人 這個是事實來的 不過現在中國的成就 用30年的時間 將一個一窮二白 甚至吃都吃不飽的國家 變成一個 為了全球前列的國家 已經是非常的不簡單 就是無論如何 你怎麼抨擊中國共產黨 不民主甚至什麼極權 但是它的成就是有沒有共睹的 但是猶太人呢 現在就變成了 就是我都想說了 現在是最瘋狂 就是目中無人 現在美國政府是無限量的支持它 其實道德上它是站不到的 所以以前說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希特拉屠殺猶太人 就是說猶太人很慘 其實猶太人現在做回它 比當年希特拉屠殺它更極端的事情 那你想一下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社會 全世界 地球千個人 會不會忍受你這樣做 我覺得是時辰味道的 大卓Sir 這個絕對同意 因為說真的 你現在所做的一切 是令到我們覺得 太過離譜了 還有你把人分為三六九椅 這個絕對不應該的 那我就覺得 有一件事 我們國家一直在行動 就是我們現在站在道德高地上 這個道德高地是什麼呢 我所有做的事 都是屬於人民的 不關我個人的事 這一點 西方國家 是完全不能說的 最重要 就是我們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規矩 令到一些規矩變得真正的合理 這個法治 其實我們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李先生又說 我們的法治其實比老美無乃十倍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李先生想請教你 其實呢 好像現在你說法治 其實我們以前小時候 都不明白什麼叫法治 當然以前中國 真的是人治社會 就是某某長官 某某官員一說了 這個就是事實了 這個就是某人表了態 就一定要這樣做了 但是現在慢慢中國都有法律 慢慢有依據 還有現在審案都是有標準 至於你說到中國 現在中國政府 中國共產黨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 有些人很多人說 經常污名化中國共產黨 其實中國政府 是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工具 去實踐它偉大的理想 不是說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工具 就是為自己謀私利 大衛sir 對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不忘初心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 有想謀自己的利益的話 現在都會是 罰得非常之重的 也都會坐牢 所有福利都沒有了 那你以後不用做了 那你說 是不是大家都要著重 因為官就是官 商就是商 當然 以前我們經過非常難行 以及很長久的路 去改變了我們 那時候的貪污舞弊 但是現在做得不錯 現在整體來說 我們中國 其實是面對著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時刻 尤其是彎彎那裏 剛才已經跟大家說過 現在我們看到聯合利劍 2024B 搞了很多事情 也邀請了很多國家的軍官 來看 傳聞是這樣 也是這樣說 這次我們看到 十三個小時之內 就應該 拿得下來台灣 這件事 其實老美也挺震驚的 因為想不到我們這麼厲害 又在牛山島做實彈演練 又射了兩顆彈彈 其實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老美卻步呢? 會不會把老美趕出亞洲呢? 今時今日 美國還有沒有資格 還有沒有能力 和中國打仗呢? 我覺得是沒有了 因為無論和經濟實力 和產業鏈 和生產能力 和軍備水平呢 中國再不是抗美換前 五年年時代的軍人 當然很多人說 中國幾十年沒有打過仗 那些兵打不打得 那我就想請問你 美國這幾十年是不斷打仗 但是你和什麼人打仗呢? 現在最簡單 現在他眼中裡面覺得 俄羅斯都這麼弱 你都不夠膽和他隻手 你憑什麼要和中國去打仗呢? 其實現在他說什麼都好 其實做什麼都好 其實是賺好處的 你想一下他 現在整天口頭說支持台灣 等一會兒又說這樣 如果中國去打過台灣呢? 然後我馬上銀行不和你合作了 然後又說沒有收到你的財產 其實都是一句說話 他會叫 即是經常在那裡叫狗 是不會有一個傷人很厲害 不會咬人的 很厲害的 不會咬人的 不叫狗才會咬人的 現在中國就不出聲了 不出聲 既然你想幫我打仗 我就奉陪你了 當然希望感情上不希望打 如果你真的要來的 大家就試了 所以現在中國最近 在那個傳媒上公佈 現在最新的核潛艇 飛機 很多導彈 洲際導彈 意思是告訴你 其實很多軍備你不如我 還有講真句 你問我我都是那個句 如果可能的話 就和美國打 都有人最近說 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戰 和中美再有一戰 一定是南韓 或者北韓 就是韓戰 韓戰 其實你問我 其實我都希望打仗 為什麼呢 一戰定江山 如果中國這次打人美國 美國的霸權 一去不復犯 我跟你說 這個肯定會 因為 其實 老美是不夠中國打的 我們現在看得很明確的了 尤其是他航空母艦 現在很多都是進去維修 還有很多船艦 也有殘有救 還有電子戰 也比不上我們 整體上 如果你打仗 你都需要錢 我們都知道 何錦麗 如果上台的話 會多了四萬多億的美債 特朗普 可能是七萬多 八萬多億 都有可能 甚至有人預計到 超過十萬億的美債 會增加 你說 整個美國 你怎麼玩呢 你怎麼沒得玩呢 你整體情況 不如來貼中國 和中國合作 好過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很友善的 包括對美國 我們都是 讓你三分 你要合作 我們當然很想跟你合作 你不合作 沒事的 我就以直報怨 是不是 這麼說 李先生 是啊 所以你說 現在你說 如果美國 真的要和中國 要發生戰爭 我想他心裡 一定是不想 和他也不敢 但問題是 他要不斷地這樣說 為什麼呢 他要告訴那些所謂的盟友 他要維持龐大的盟友的圈子 他站出來 不得過港字 到真的有事發生的時候 他怎麼想 好像我剛剛看見那篇說 他說 因為如果美國 如果中國打台灣 因為美國會參戰 他說澳洲 就會直接參戰 要轟炸中國沿海 我看完那篇說 我只有一個笑字 因為整個澳洲 只有十隻 只有十隻八隻軍艦 我不知道怎樣 去轟炸中國沿海 我都笑死人了 那些智庫說出來的 根本都得嘆笑 你明白嗎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去過來轟炸中國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風源這麼大 第一 我們風源很大 第二 你還沒過來 你已經全部都掉下來 你根本所有的信徒都被我們攔截了 你怎麼玩呢 你完全搞不定 還有我們現在做一件事 就是 我們 展現出 我們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包括我們的東風導彈 包括我們的航母 包括整個雷達的系統 以及衛星系統 我們都是領先西方的 現在當然 有些地方 我們都是努力地在追 包括光刻機 AI 以及一些高精度 2納米、3納米的晶片 我們都是努力中的 但是 除此之外 你還有什麼東西是落後於西方呢 似乎又好像沒有什麼 只有幾項 其他大部分都是中國 你如果不加入中國的產業鏈 真的完全不行 譬如今次印度 為什麼說 好啊我和你中國合作 如果不和中國合作 他已經死定了 金磚道 大哥 你哪用你的錢 還有現在 很明確的 老美都開始在印度那裡設資了 都不玩了 你怎麼玩呢 尤其是特朗普上來 會不會和你印度玩呢 當然不會 現在好像全世界一晚 特朗普贏 你說 你不和中國一起 還可以和哪個國家一起 沒有的 這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美國 一個就是中國 可能大家說 一個是非美 一個是美國 但是非美 你都要靠中國 你不可以只是 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沒有中國 都玩完了很久 剛剛才 李先生 說回印度那樣 現在為什麼印度會妥協呢 因為中國政府下了命令 就是不准中國的企業過去印度投資 因為實在太離譜了 又要強迫你賣企業 又要那樣那樣 所以印度現在就感覺到危機了 況且現在 現在 我又說回台灣的問題了 其實台灣人不明白 經常說 習近平中國政府有什麼好戰 很簡單 如果中國好不好戰 很簡單 現在 你叫全中國做民意調查 好 投票好 如果說 現在用武力去打台灣 要投票 我想百分百沒有的 百分之九十八 我想中國一定 投票贊成的 那麼 那麼高的民意 都要求打你 那麼 你還有什麼好說呢 對呀 沒錯 一定有很多民意支持 你這樣的玩法 絕對沒得玩的 說真的 現在中國已經 非昔日的五下阿蒙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 就是現在整體的發展 而且你看到 我們在金磚國家裏面的發言 都是非常之大氣的 我們是一個全球性的 就不是說 我要閃閃避避 我只是要做經濟 錯 不是 我們不是要做大佬 但是我們 是一定影響著全世界 我們必須要做這件事 不是說 我還好像以前那樣 通光養晦 或者我只是到丹默一樣 就算了 我們現在是 掩然是 就是一個全球的領袖 這個才是重點 對不對 李先生 台灣人經常攻擊習近平 我說其實他們搞錯了 其實他們要多謝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是阻止了 全中國人民 用武力解決台灣 那個想法 以及極端支持行動 是 特近平 以及現在中央上面 那些 那些常委 是一致同一個思想 是盡量用和平方法解決 不用武力解決 所以他們搞錯了 對 沒錯 其實我們習近平主席 真的希望和平 以及可以和所有的國家 所有的人民合作 無論你是否示威還是敵人 我也想和你合作 有什麼事情談 我們就談妥去 印度 以及我們的邊界問題 現在回復2020年之前的實質的邊界 不可以有爭 大家和和平平 談好生意 做好事情 當然我們會小心 我們不是一味地和你宣揚和平 要動手 我們絕對不怕你 要反制裁你 今天很感謝李先生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尉上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 拜拜